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一如 国内的本土疫情露出曙光了吗 国内在今天虽然持续新增了274例本土确诊课案 但是呢这个课案数呢已经开始缓步减少 而校正回归数73例 更是再创疫情以来的新低 而另外呢带大家来看到这个关键的RT值 RT值呢就是代表说疫情开始一段时间之后 每一位病人能够再传染多少人的这个RT值呢 也是呈现大幅滑落的状况 那么从这个5月15号疫情高峰的RT值呢 是来到15 但是呢到了昨天30号呢 已经降到了1.02 显示近期的防疫措施呢是有效的 不排除呢在明后两天 这个RT值呢就能够降到1以下 那么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就说了 一旦这个RT值降到1以下呢 就代表说这个疫情呢是有望开始反转 台湾新冠肺炎疫情终于慢慢露出可控曙光了吗 因为确诊个案数开始缓步下滑 31号新增的本土个案274例 而矫正回归数73例 在创疫情以来新低 特别重灾区双北 矫正回归数持续大幅减少 错失见效的布置校正回归数 更令人振奋的还包括代表疫情开始一段时间后 一位病人能传染多少人的RT值更是明显下滑 在15号疫情高峰时RT值一度高达15 因此双北紧急升上三级警戒 随后RT值才开始下降 等到19号全国同步升到三级警戒后 更是一路下探 到了30号RT值变1.02 显示疫情逐渐被掌控 灵后天如果没有太大意外也是会可能还是会往下 RT值有可能会破1 这个值低于1以下 那表示说这个疫情就会开始反转 目前的疫情基本上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牺牲跟努力是有效果的 疫情控制露出希望火苗 陈生中除了喊话防疫措施要持续 更特别点名情色场所营运还有个人聚会都必须减少 才能阻断病毒传播链 尽速为这波疫情设下停损点 记者这么多